4月8日临时,随着第一辆小客车驶出武汉西高速路口 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与此同时,武汉市交通管控卡口解除管控 铁路、民航、水运、公路、城市公交运行有序恢复 这意味着经过76天的坚守,武汉迎来了重启 离汉通道的解封 意味着核流量将会出现一个半量的增长 也意味着我们交通运速部门需要提供更加充足 更加完全的运力保障 且录将恢复武汉辖区17个车站出北京以外的触发运速 民航、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将恢复出北京以外的所有处罚和到达航班 水运将恢复出游轮以外的所有核运能度运速 做到乘客走得了、进得来、行得差 当日早上7时25分,武汉天河机场复航当日的首架出港航班起飞 这标志着武汉机场暂停商业客运航班76天后正式复航 登机前,旅客需经核验健康码体温检测合格后进出航站楼 没有申领湖北健康码的老人和未成年人需出示健康证明 自助执机设备和网上执机将临时关闭 需通过人工执机柜台办理乘机手续 我们国家现在这种管辖这种挺好的 我们疫情方面也控制得挺到位的 没有什么害怕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其实现在因为对这个病毒我们都有一定了解了 害怕现在也谈不上忙害怕 只是说还是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惕吧 就是当时一出这个4月8号就是武汉解封的 应该是半个月前了吧 就是一出这个4月8号解封 然后我就我就开始在订了 其实我在之前我就一直有关注这个 就是什么斜程啊屠牛啊等等的 什么12306啊等等那些票的那些网站 然后呢但是也就只有那一天能订得到吧 当天武汉站重新开启进站通道 恢复办理旅客进站科运业务 在进站口记者看到许多旅客防护严密 持健康码绿码 经测量体温身份核验无误后进站 去深圳 对我现在做好防护 一个是我回去了 要为我们就是为深圳的人的安全着想 在武汉待了将近快三个月了 真是不容易 看到大家所有人都为了这个这个疫情去付出了很多 然后心里感受特别多 千言万语 我是回家 就是从封城到今天吧 就想快点回到家跟我妹妹一起 很是激动 终于可以回家了 据悉4月8号解封首日 预计有5.5万名旅客乘坐火车离汉 计划有271架次航班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进出港 预计进出港旅客1.1万余人 要选取这些信息 如果使用了政府可能让人的安全着 如果买和在这些信息 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看